经过60年的发展 核能已成为全球一次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 解决生存和发展矛盾中 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核能系统研发建设能力 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发达国家均积极投入第四代先进核能的研发 六种第四代堆中温度最高的长压堆型是熔岩堆 包括液态燃料和固态燃料两类 液态燃料熔岩堆结合再现后处理 利于实现土积核燃料的高效利用 固态燃料熔岩堆可获得更高热点效率 适合核能组合利用 实现土的核能利用 对解决我国核燃料长期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熔岩堆运行在长压可建于地下 利于小型化和模块化便于灵活部署 熔岩堆的高温输出既可用于发电 也可用于制氢 土积熔岩堆核能系统可部署在内入缺水地区 可以被呼唤涌现西北的广袤国土提供资源 自己安全可靠 规模多样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 熔岩堆起源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熔岩实验堆NSRE四年多的成功运行 验证了其可行性和稳定性 70年代 中科院上海英勇物理所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 建成冷泰熔岩堆实验装置 该装置以石墨漫化 装填孵化油燃料 于1971年8月6月首次领介 随后开展了多项零功率实验研究 进入21世纪 熔岩堆赢得全球关注 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 均积极开展了概念设计 关键技术和台价实验研究 2011年围绕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需求 中科院启动了 未来先进裂变核能 土机熔岩堆核能系统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致力于熔岩堆核能系统研发 实现土资源高效利用 与高温核能综合利用 专项计划从实验堆起步 逐步掌握熔岩堆 土油燃料循环 高温核能综合利用 三方面的关键技术 形成系列土机熔岩堆的 研发制造能力 五年以来 专项在关键系统和关键技术研发上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专项建立了满足熔岩堆需求的 多学科多偶和软件分析体系 掌握了土机熔岩堆设计分析方法 完成世界首个 固态燃料熔岩实验堆工程设计 与国内外同行一起 研究建立熔岩堆安全标准 完成抗震设计标准与安全分类论证 专项突破熔岩堆本体 与回路相关的多项关键技术 成功研制熔岩泵 熔岩换热器 高温熔岩仪器仪表等设备 建成世界上首座工程规模的 高温浮岩实验回路 和规模最大的 非能动熔岩自然循环台价 等配套大型实验设备 专项制定了先进壁式 土油循环战略 通过建立土油燃料循环 达到次持或增值 产生的次阿系元素 可用作善变燃料 额外增值的用二三分 可用来启动新的堆 最终实现全壁式燃料循环 可利用所有重金属 紧裂并产物被地质掩埋 专项确立了全新的 在线离线结合干法后处理流程 同时实现了在线干法分离工艺的 冷态贯通 发展出同位塑溶剂 萃取离心分离新技术 在国际上首次完成该技术的 串级验证与批量制备 掌握了浮岩的制备净化技术 并实现敦级规模量产化 专项掌握了高温布雷顿循环 发电技术 可显著提高热电转换效率 和降低对水源的需求 发展了基于熔岩堆的高温制氢技术 建成了系统完善的实验平台 完成了实验室技术验证 成功研发的高温制氢实验系统 实现了长期稳定高效运行 示范系统的设计和关键技术研发 为未来大规模制氢应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熔岩堆用关键材料方面 专项成功研发出国际所有款高致密细颗粒石墨 并掌握了工业化生产技术 解决了熔岩渗透和石墨肿胀难题 研发出熔岩堆专用镍基合金 实现了国产化 掌握了合金构建的关键加工工艺 并解决了浮岩腐蚀控制的难题 五年来 专项已建立起一支规模超过400人的专业研究团队 在相关学科建设上取得长组的进步 并建立起贯穿土基熔岩堆研发的先进设备 台架与实验房间 土基熔岩堆核能系统研究 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而密切的关注 与院内外、国内外科研机构 与机名企业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 研究成果得到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当我国迎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土基熔岩堆核能系统 有信心成为我国先进核能研发事业的中间力量 为我国从核电大国迈向核电强国 做出巨大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